台北市酒店女公關確診 播一開始疫情指揮中心對外公布時 說女子沒有上班 平常待在家裡就偶爾外出買東西 被認為應該是一名家庭主婦 沒有想到一世之間 她的身份大轉變 從家庭主婦搖身一變 成了酒店公關 這背後的轉折是 依賴衛生局人員的細心 第一次疫調之後 發覺似乎不大對勁 突破確診個案的新房 還原了她的身份 雖然臉上掛起口罩 還是遮不住桃園市長鄭文燦 臉上的濃濃笑意 因為這回桃園市政府的衛生局 還有警察局人員 在疫調上建了大工 因為確診的這位台北酒店女公關 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第一次公布資料時 說她沒有上班 平日在家偶爾外出購物 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婦 不過二輪疫調卻出現了大翻轉 身份從家庭主婦 搖身變成了酒店女公關 幕後關鍵人物 就是桃園衛生局的女課長 移調的女性的同仁 她們非常細心 也非常有直覺 能夠突破新房 說服個案 承辦衛生局女課長直覺案情不單純 仔細抽絲剝繭 才終於突破新房 其實要透過疫調 還原確診者的活動輪廓並不容易 因為得進一步追查個人隱私 就連私生活接觸史也不能夠放過 透過科技辦案跟整理的資料調閱 還原了整個活動史 要還原個案完整活動史 疫調工作並不容易 包括工作地點去過的地方 就連搭乘的計程車也不能夠放過 包括了排班計程車或是Uber計程車 全都得清楚掌握 才能夠進行後續的疫調隔離作業 而衛生局人員的細心 再加上警察局同仁的 整命追氣 希望讓防疫工作能夠做到滴水不漏 記者 綜合報導 記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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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